和机械手表比,智能手表瞬间就不香了 机械表方寸之间将机械美学展现的淋漓尽致 这里可没什么电池,也没有什么芯片 接下来咱们就看一下机械表内部结构和工作原理 机械表动力来源就是这个主弹簧 并通过勤纵装置释放 连接主发条和勤纵机构的齿轮以不同的速度旋转 当按下表冠转动为发条上劲时 滑动齿轮与一组连接 通过齿轮与主发条上的齿轮念合 拔出表冠可以设置时间 设置感跳出到第二个拗口 杆上的轴承和时间设置齿轮念合 主发条是一条长耳薄的金属带 盘绕成一个发条 一端连接到上链小齿轮 另一端连接到主发条盒 其中的急抓组件只允许小齿轮向一个方向旋转 防止弹簧松开 并保证弹簧动力只能通过发条盒释放 中心齿轮由发条盒驱动 每小时旋转一圈 时针驱动分针,分针驱动秒针 机心里的轮板和优丝就是手表计时的基准 轮板以固定的频率摆动 来回敲击擒擦让擒擦移动 从而以非常小的计量分量释放主发条动力 轮板是手表最脆弱的部分 由一个减震系统支撑 系统配有一个保时轴绳和顶时 可以保护敏感部件受到冲击 比如手表跌落 轮板部分由优丝驱动 好的手表优丝必须从头到尾 分毫不差 在这里发生了巧妙的动力转换 所以只要主发条有动力 这个过程就会重复 而我们听到的手表的低大声 就是由托牌珠宝在捕捉擒秦纵齿轮时发出的 常见手表的接牌频率为每秒六次 众多精密部件确保了手表的精度与准度